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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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着江山起起伏 演着江山起伏 伏温柔的曲线 繁玛爱的中原 爱的不过江南 缘对冰岛雪尖锋 与独情的陪伴 这是参与此彼我 的金色的花年 作人一半 作人何惧艰险 好情不变年复一年 作人又苦又甜 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铁铁铁铁铁 踏遍万里河山 我站在风口浪肩 看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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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 我五百年 做人一滴感恩 做人和解艱险 好情不辨念佛一念 做人有苦有甜 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铁城镇 踏遍万年和山 我站在风口冷间 紧握住日宣传 轩眼无人间 暗淡开平美满 我真的还想在乎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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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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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跑 快快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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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快点 快点 快 快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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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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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三阿哥 咱们快点吧 乘客时辰到了 要是晚了 我爹又会罚我的 我要是生一场大病就好了 那时候 卫师傅才会让我 宝宝的睡上一觉 三阿哥 生龙活虎 红福七天呢 我饿了 阿哥 咱们得先念书 后进山 这才能把学问消化了 您是皇子 您不是老百姓的孩子 那百姓孩子才惦记着吃 皇子要惦记着读书 百姓孩子能睡懒觉 我不能 那百姓孩子要种地也睡不长 种地苦还是读书苦 种地人说种地苦 读书人说读书苦 哼 我要是当了皇上 就让他们换一换 叫种地的通通给我读书去 叫读书的通通给我种地去 看他们谁还敢叫苦 那不天下大乱了吗 三阿哥 咱们还是快点吧 阿哥您要是误了乘客 我爹又得罚我了 停 我还没尿尿呢 鹿菜盖子 停停停停停停 嗯 来 三阿哥真是生龙活虎 大江东流啊 嗯 三二五给师父请安 儒子给父亲大人请安 给我坐 玄业 今儿个神课 你等足足误了半课钟 跪下 领阀 叶君于擒 唯于细 行程一丝 唯于嘴 高山无路 秦为敬 徐海乌鸦 哭 孤作证 看你还晚来不晚来了 看你还敢不敢了 光是大王 卫师父 别打了 师父从来不打 只是罚 卫师父 也太猛了 东廷可是你儿子呀 人在庙堂只有师圣 没有父子 皇上口谕 朝三二个玄阅 太子少宝 未成魔接旨 今儿个 陈时三刻 皇上在文华殿 亲世众阿哥学业 招各位阿哥的师父同网 不得迟悟 皇上还说 哪位阿哥学问好 文章好 朕重赏 哪位阿哥荒书学业了 和师父一同领法 绝不堪恕 皇上 俄姑非得病好些了吗 娘娘她高烧不退 又是一夜未眠 皇上 艾菲亚 朕刚刚下朝就赶来看你 朕瞧你这气色比昨日好多了 皇上的头发乱了 让平且为皇上叔叔拿叔子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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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且下辈子 还想为皇上叔父 艾菲亚 朕和你一定会白头到老的 平且知道自己的病 是不可治的 平且真想做皇上的一根头发丝 永远地爱着皇上 可如今 怕是爱不上 平且有个想头 艾菲亚 朕整个人都是你的 你想要什么 只管跟朕说 平且想要个汉子 平且最大的汉事 就是没给皇上生个皇子 婴儿 平且虽然受皇上垂安 可每日每夜 每时每刻都像是同理的 一不留人 就会灰飞烟灭 爱妃 等你病好以后 朕夜夜和你同宿 一定会让你怀上龙肿的 平且现在就想要 平且夜里得梦 说平且如有皇子为绩 平且这病 就会不要而愈 任此充邪 这么着吧 佟贵有两个皇子 二个和三个 皇上 待今儿文华殿停市之后 朕就下令让三阿克玄业 入祭称前宫 谢皇上 阿弥陀佛 皇上气色灿烂 映然佛光飘逸 秦孙大师 在 朕今日为阿哥们停市 朕请你来 是要你同场观世 暗中参读各位皇子的骨骼气 看个谁最具有聪慧福寿 皇上的用意是 这些年来 朕对世外空门心持神网 而对于每日的朝政俗悟 却感到精疲力竭啊 朕想预先临选一位太子储君 以为有朝一日 国脉不止中断 皇上 贫僧佛学浅漏 肉眼凡胎 阿哥们都是天之神器 平僧只怕眼力不及啊 何况太子储君乃国之大事 僧人更是不敢唐突啊 大事就不要谦虚了 说穿了 朕只是让你看一看 看一看谁最具有聪慧福寿 看看谁的命脉最硬 谁的佛言最厚 别的你就不用管了 好 平僧接旨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平身吗 谢皇上 阿哥们 朕好生羡慕你们啊 朕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就不得不登上皇位 从此以后啊 表面上是管理天下 可实际上呢 是被天下管制的 不像你们 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好 读入席吧 谢皇阿哥 皇阿哥是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龙脉 寻常百姓不好好读书 只坏他一个 皇阿哥不好好读书 就坏了一方天下 是不是啊 大清几代先王奋斗不息 才有今天的海内一统 而今咱们满人入关也几十年了 但是乾明余孽仍在 百姓人心不稳 阿哥们要记着 这曲天下靠的是公马骑射 但是治天下 却要靠文教科举 咱们满人的金阁铁马 虽然能灭掉乾明的水陆三军 但是 灭不掉汉人的千年文字 灭不掉诗词曲父 灭不掉圣人之言 世子之心呢 怎么办呢 学 咱们满人要向汉人学 朕希望你们 不光在读书写字上比汉人强 在公马骑射上 也要比汉人们强 你们都是汉人 朕说的对吗 是 是 所以朕为你们聘得的师父全是汉人 也全是当今的宝学名士 今日 谁考得好 师徒共赏 谁学业不经 师生共同领罪 学业啊 学业啊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儿臣 你现在只是儿 还不是臣呢 皇儿对皇阿玛方才的话 有不解 朕早就瞧出来了 你放眼说吧 以皇阿玛的意思 咱们满人 是因为灭不掉汉人的诗词曲佛 圣人之言 才向他们学习 皇儿不解的是 如果能够灭掉呢 那还要不要向汉人学习呢 哦 那你说呢 儿臣认为 咱们学习诗词曲佛 圣人之言 不是因为灭不掉他才学 而是因为他也是天道 这是谁教你的 为臣所教 来人啊 在 车去紧凳 朕罚你站着应试 折 罚魏城伯半年的俸禄 为臣领罚 但为臣不知何罪 望皇上明示 你师兄俩可真是硬了嘛 朕罚你们还要问个为什么 好 等朕停事完以后 即告诉你们为什么 玄业若是学无所长 朕必罚你误导之罪 是 你呀 别看这些花开得这么茂盛 那也是圣极出衰呀 哎呀 这都挺好看的 来来来 戴上戴上 多好看 多好看 丫头啊 你看那盘花 今儿好看 明儿好看 今儿比明儿啊更好看 一天比一天好看 老祖宗见识不凡 奴才佩服死了 嗯 你呀就是嘴甜 来 丫头啊 给她浇浇水 这水浇多了也不行 但是也得浇 你继续说呀 皇上今天都做什么了 早朝时皇上搏了直立总督的折子 赏了内大臣索尼三眼花灵 搏什么折子 为什么要赏索尼啊 跟我说清楚 搏了直立总督参敖圈地的折子 赏了索尼是因为索尼六十大寿快到了 接着说 下场后皇上进了一碗稻米粥 几个草高 几个呀 两个 对只进一个 为什么进这么少啊 嗯 皇上赶着去承前宫瞧恶娘娘 奴才觉得娘娘怕是 怕是怎么了 怕是活不久了吧 说呀 奴才听说 娘娘想任子充邪 皇上恩准了 让三阿哥过去给承前宫 这事我知道了 不许跟别人说起 去吧 这 大师啊 请问阿哥们参都古相怎么样 阿弥陀佛 以平僧看来 阿哥们都个个贵不可言 尤其是三阿哥玄业 刘先生 如何 如月注西天 鹤立鸡群 圣上青太 他虽然站着应事 却炁定神贤 朴素无华 心似古井 山辱潘石啊 这 宣夜啊 把试卷上的文章背下来 一个字也不许错 古之学者必有诗 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祸也 人非生而知之 孰能无祸 好 朕问你 这诗卷写完了吗 没完 还儿还有半截没写呢 好 把那一半再念出来 也不准错一个字 孔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诗 诗故弟子不必不如诗 诗不必咸于弟子 文道有先后 书页有专攻 如诗而已 好 下笔之前 已有成竹在胸 此座 遮 阿哥们 你们都记着 好文章不在笔墨上 而在心坎里 心上有 笔下才有 得人心 便捶千鼓吗 学业啊 朕点你为 庭室的投名 你要何赏赐啊 我要宝宝的睡一觉 睡多久都别喊我 你累了哈 来来来 就在朕的龙椅上歇会儿吧 去吧 传旨 魏成魔进户部侍郎 赏赢五百两 谢皇上 娘娘 娘娘 臣妾也给老祖宗请安 你这是怎么了 太后 请你给我做主 就让三二哥玄业 回到臣妾宫里去抚养吧 玄业身边有奶妈 有太监 还有师父魏成魔 不挺好的吗 太后 玄业生下来三天 就叫皇宫里的奶妈抱走了 从此后 一堵高墙 如隔观山 臣妾我就是一年半载 也见不着儿子一面呢 到如今 到如今 怕是连儿子都不是臣妾的了 童妃啊 你是知道的 这二哥们呢 有专人教养 这是宫里的规矩 不假 这 国法大于亲情 可是你想想 你生玄业的时候 还能在怀里抱他三天 可是我呢 我生顺之的时候 还没到三个时辰 就让奶娘给抱走了 你说他没吃过我一口奶呀 也没在我怀里睡过一个呼吨觉 从六岁登基到十四岁清正 哎哟 整整八年呢 我们娘俩呀 就没见过几次面 我想的想的 想的我心口直疼啊 哎呀 为了见一次面呢 我这盼着节庆啊 盼啊盼啊 盼得我是心慌已乱的 你知道吗 这才叫苦呢 这世上的人呢 只知道 为娘啊 养孩子啊 那千辛万苦的 可是谁知道像咱们这样的 你说 这生了孩子吧 不让你养 这才叫苦呢 可是 可是太后 皇上要把 皇上要把玄业 过击给恶姐姐了 没听说呀 那玄业是你生的 谁也夺不去呀 太后 你是知道的 自从皇后被废以后 皇上对恶贵妃事 是从头发丝宠到脚后根 隔三叉五头 警卫 封杀 还爷爷避宿 还爷爷避宿成前宫 其实 其实对这些我是不嫉妒的 我生气的是 他恶姐姐凭什么夺我的儿子呀 不会的 他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太后 这恶贵妃持病撒娇夺人骨肉 臣妾只是怕长此以往的话 这皇上不仅荒废了朝政 而且连太后您都会被疏远的 臣妾貌似问一句 但恶姐姐究竟是皇上的妃子呢 还是皇上的亲娘 闭嘴 你别哭了你呀 真是的 别哭了 跟我走 来人呢 在 拿几杯来 知道 来 学习 不要惊妒他 来人呢 在 把龙羽抬往成前宫 是 皇上 成前宫可是恶娘娘的寝宫啊 朕知道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开着头 来过来让我瞅瞅头发 好 再转过去 行 转过去 回来 说你呢 过来 那边 走吧 我从台起来 找到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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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还从来没人叫过我婆婆呢 丫头 来 牵着婆婆的手 到婆婆屋里去 婆婆那儿啊 有果子吃 你怎么 到京里来了 我只记得 小时候 家里有庭院 楼阁 小桥 流水 那一定读过书吧 读过 家父从小就教我琴棋书画 那你给我读一段什么呢 唐诗 诵词吧 好啊 题目是什么呢 梅花 好 墙角树枝梅 领寒独自开 摇枝不是雪 唯有暗伤来 丫头啊 你 真聪明 那你爹娘呢 村里头闹天花 好多人都死了 好多人都死了 我弟弟和爹娘也都死了 来 到婆婆这儿来 来 来 来来来牵着手 走走走 走 太后 哎呀 我有点累了 你慢着点 来人呢 在 在 来来来 把这个给我解开 解开 传我一旨 过来丫头 好 文华殿停市之后 叫三二个玄业 到我慈宁宫里来 是 来 来 我自己来 自己来 舒服 佟飞啊 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点事 来来 如果你把玄业 领到自个儿的宫里来养呢 这不合祖宗的规矩 那岳飞呢 他要把玄业要到自己的宫里去养 那更不合祖宗的规矩 那 怎么办呢 要我说呀 我就把这个玄业呢 带到我的慈宁宫里来养 我来亲自掌管他的起居和客业 多谢太后 这下你放心了吧 嗯 我替你养的这个孩子 等他十四岁以后啊 我连一根头发丝都不少的 还给你 太后啊 这玄业能跟着您 这可是我们娘俩天大的福分 说得是啊 太后 是个聪明的丫头 过来丫头 上婆婆这儿来 你看看这一打扮多好看呢 婆婆呀 也不问你从哪儿来 也不问你从前叫过什么名字 可是啊 打今儿起婆婆 就叫你苏麻拉姑 哎 从今儿起我就叫苏麻拉姑 好听吗 好听 好听 那你以后啊 就住在婆婆这儿 把这儿当成家 成吗 成 婆婆呀 还要给你找个弟弟 她的名字叫玄业 今年呢她只有八岁 和你那弟弟啊 一边大 不过呢 你要把她既当做弟弟 又要当做主子 懂吗 懂 懂 你呀 既要把她当弟弟那样的照料 还要把她当主子那样的忠诚 你做得到吗 苏麻拉姑做得到 真好 那你还得快谢恩呢 苏麻拉姑谢恩 哦 要这样把手放在这儿 这样的 嗯 好 那你该不该给婆婆再重新说一遍 就说打今儿起呀 我既有了主子又有了弟弟 我要像对待主子那样 忠心耿耿地服侍她 给婆婆再说一遍 从今儿个起我有了主子玄业 又有了弟弟玄业 我还有了婆婆 我要好好伺候主子 好好伺候婆婆 真好啊 我这小丫头 你可真好啊 哎呦 婆婆喜欢死你了 皇上 据贫僧所知 那张九龙踏乃前明皇帝留下 几百年来未曾移动 皇上竟将她送给了三阿哥 贫僧真是无限感佩呀 朕那偏偏就不想做那张龙眼 这两个事成都快过去了 替身怎么还没结束啊 禀太后 佟太后 佟娘娘 佟娘娘 听事结束了 三阿哥玄业考了头名 哎呀 佛祖保佑佛祖保佑 怪不多眼皮直跳呢 老祖宗啊 听见了吗 咱们玄业考了头一名呢 她人呢 禀太后 正在皇上的九龙踏上歇着呢 您先下去吧 是 禀太后 佟娘娘 皇上让把九龙踏抬往成天宫去了 为什么要抬到那边去 奴才不知道 退下吧 去 太后啊 这下您都瞧见了吧 她们现在真的要把 真的要把贫妾的亲身骨肉让给鹅姐姐了 太后啊 她们现在连您的一直都不顾了 如果长此以往的话 不但贫妾的亲身骨肉要被夺走 就连太后您的亲身骨肉皇上也会升陷成前功的 老祖宗 老祖宗 老祖宗你去哪儿 成前功 你不是要你的儿子吗 我得要我的孙子 老娘娘 老娘娘 ATE 快叫太医来 是 太后驾到 太后吉祥 平切正要请太后和佟姐姐过来 甭请了 不是自个儿来了吗 老娘娘 今儿这是怎么了 该不会也是有喜了吧 恶姐姐 既然你有龙肿在身啊 就不要再抢贫妾的骨肉了成吗 通姐姐误会了 三二哥在文华殿上睡着了 皇上让把他抬到成千宫里歇着 待会儿皇上会来看望的 可是可是我是他的额娘啊 应该踩到我的宫里才对啊 成千宫去文华殿近些 文华殿 我看我看是离皇上近一些吧 恶姐姐 你仗着皇上对你恩宠有加 就想把玄业过几过来 好日后当什么皇后 恶姐姐 我不和你争什么皇后之位 只求你把玄业还给我好吗 得了 都给我住口 快过来看看孩子 你看看 这孩子是伤了神了 得有个可行的人 事后他才是啊 不能总由着那些师父和太监们 丫头啊 来来来来 过来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三阿哥玄业 他既是你的主子又是你的弟弟 你往后啊得好生的照料他是不是 是 主子 天花 你说什么 婆婆 主子得的是天花 宫中不会有恶极 丫头 不可乱说啊 丫头不敢乱说 我弟弟出天花的时候也是这模样 村里的孩子出天花的时候都是这模样 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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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岳飞病了多久了 十多天了 皇上不让说 来人 在 传我的意旨 宫中所有的阿哥和格格 背了背子 在日落之前 速速回避 必斗离宫 皇上是金龙王转世 命里有大善根 心中有大智慧 天赋佛性 不学而自明 因而为天下至尊义 怎么说 朕前世就是一个僧人呢 非但前世为僧 今世早晚 也会重归佛门 朕身为大庆国君 虽然有心向佛 却无法超脱呀 那是因为皇上 臣缘未断 这地位 是一把黄金锁呀 朕六岁登基 名为君临天下 实际上 是被天下所住啊 皇上 皇上已经不是将九龙塌 送出去了吗 后勤 他死了 太后一旨 所有阿尔 都为了妹子日落之前 全部必到立功 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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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儿娘急下 皇儿听到浩井 急忙赶来试驾 皇儿娘出什么事了 玄与病了 今日文化殿停市的时候 玄与还是好好的 太医看过了吗 太医们束手无策 什么病啊 天花 天花 不许胡说 宫里哪来的这种冤孽 那你的阿妃得的是什么病 太医说是重症风急 一时难以痊愈 为什么玄与的病症 和她的一模一样 你给我说清楚 难道真的是天花 皇上 就是这丫头 这丫头刚刚召进宫来的 她弟弟得的就是这个病 不知而亡的 所以 所以 她一眼就认出 这病是天花 我看 我看就是你把恶吉 召集攻来的 来人 你来扫数病坏 把她拖出去给我办 走 喳 来人啊 快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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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好 哎 饿妃呢 她怎么样 艾妃 皇上 皇上 艾妃 艾妃 你怎么了 快 船太医 船太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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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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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童妃啊 不 你说对了 她最疼爱的 不是我这个母后 也不是你的玄业 更不是你 她的蜜根子 是那个黄花半老 叫父再嫁的恶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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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 有一种大海的起泊 岁月 一夜无情反过后 把亲吻 留在我心中的一刻 就已经 注定我不敢进入 一心 有一份生命的光过世界 一边边风雨飘落 把江山 扛在我肩头的一刻 就已经 决定我男儿奔赠 那男人不好做 再辛苦也不说 放下自己把忧伤护摸 那男人不好做 冒险对人执着 而女情长都藏在心窝 那男人不好做 那男人不好做 再幸福也不说 放下自己把忧伤护摸 那男人不好做 冒险中依然执着 冒险中依然执着 二女情长都藏在心窝 让她一路坎 让她一路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